來喔 笑容喔 再多一點 OK 這邊 這邊 都看這邊 我覺得對爸爸非常有信心 因為這次爸爸身兼多職 然後這個劇本也是從雞排英雄之後 就開始一直醞釀了 那陣容也非常的堅強 有領地又有影后 所以呢 我對爸爸非常有信心 這次的大調歌一定會開出好的層級 也非常推薦大家過年一定要去看大調歌 因為過年看大調歌 英雄都會笑 好 我告訴你們 這個時候 在過年的時候 就是要來給你們看 所以 大家來支持 讓他的票房 開得越漂亮 心情就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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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體就用 用他就繼續 做更多好看的電影 主持更多的節目給我們看 這個時候一定要 帶爸爸媽媽阿公阿嬤 禁定一念 我們來看這個大調歌 一定會支持 朱大哥 這次六歲到十二歲 對 也可以在爸媽陪同下進去看 所以說是老少嫌疑阿 沒錯 大小同事 沒有關係 因為朱大哥呢 我一直呢 就非常感恩他 他是我的恩客 啊不不不 什麼什麼 恩公 恩公 他從我出道到現在呢 一直不斷的不斷的在照顧我 包括雞排英雄 是他推薦我的 所以我才可以認識葉貝姆寶演 然後 不如無藍色 拍了這麼棒的一部電影 然後後續呢 很多部呢 只要朱大哥的電影 我都有參與 那這次沒有沒有關係 我們要全力來支持 因為通常這個電影 你要適合你的角色 對不對 就是也要看阿 對 所以呢有很多事情呢 是因緣合合 雖然沒有演 但是我們一定要現場行動 其實呢大家都是要開心要快樂 所以呢看朱大哥的電影呢 一定會笑呵呵 然後呢就是以最實際的行動來支持朱大廠 那昨天趕快去文具店買了這個 我買了很多 因為寫了 不常寫 不常寫 所以終於寫了一張 應該還算推帥劍的 那你寫的阿 對我寫的 我以為你買的 你忘記了 因為 因為呢 朱大哥對我們演藝界這些後生晚輩 包括轟利友都很得心 這一次特別電影組離曲阿 就留給我跟晶晶來演唱 這個是可能 別人要花幾百萬都買不到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對朱大哥的感謝 就用毛病指 你寫什麼 大雞大利大調歌 可是你的雞寫得好小喔 爸爸都跟我說就是 平常心然後相信利友哥呢 一定會這個好好的教導我 因為利友哥非常的經驗實 這樣子 那但是呢 說真的壓力還是很大 因為我覺得 一部好的電影裡面 電影的主題曲也是非常重要 但是呢 那天去看了首映 那音樂一下之後 我哭了 因為就是搭配劇情整個 就是一百年 所以 這一次呢 覺得很開心 然後 也覺得沒有讓爸爸失望 這樣子 大調歌 讚